美國前外交官、安全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格蘭特、紐森姆 2021年7月在英文大紀元刊登了一篇專欄文章 這篇題目為《中國分泰離洪水般湧入美國》的文章提到 一個國家正在將很容易令人上癮 而且不可預知的遺禁藥物注入美國的血液 每年導致數以萬計的人死亡 什麼藥物?分泰離?哪個國家?共產中國? 美國毒品執法局表示 中國是美國街頭毒品中分泰離的主要來源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調查也顯示 中國大陸是分泰離走私的主要來源國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2021年7月1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0年美國有超過9.3萬人死於藥物過量 平均每天致死人數超過250人 較2019年飆升近30%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雖然大多數分泰離的輯獲是在太平洋地區的溫哥華 國際郵件中心進行 但重要的是分泰離已經在太平洋地區的航空貨運業務 以及其他模式或區域中被查獲 美國和加拿大兩國都認為 這個背後隱藏著一個巨大的關係利益網 連接著中國和北美地區 當特朗普在2018年要習近平阻止分泰離重新流入美國時 習近平回應說我們中國是沒有毒品的問題 這個意味著習近平能夠控制毒品 而且他正在以真正的超限戰的方式 將法學戰劑引向他的頭號對手和最大的敵人 對於中共保護華裔獨囂對美國進行的分泰離超限線 柳森武表示 就好像一位前美國政府官員指出的 這是相當於每年將陸軍或海軍六戰隊的五、六個師 從名冊中剔除 無用置疑這是對美國人的大屠殺